大家好,我是达茅院的算法同学胖达 在进入今天的正文之前,先让我们来看一段短片 相信大家都玩过游戏吧 在射击游戏中,玩家需要以极快的反应力准确地射击瞄准敌人 而短片中的枪法又被人称为人体瞄边 打是打了,但是一枪不中 这就是我们菜鸟玩家的经典操作 如何提升自己的技术呢? 让我们先向人工智能学习 今天我就按照从零到一的步骤为大家展示一下 如何使用达茅院Modoscope开箱即用的人体关键点检测模型 将自己日常使用的电脑变成图像分析神器 通过识别图片中人体关键点的位置 让你摆脱人体描边大师的苦恼 向着神枪手的目标更进一步 保证大家能够跟得上操作一看就会 首先我们看一下本期视频要用的模型 人体2D关键点检测 又叫15点人体关键点检测模型 页面中给了非常详细的模型说明和使用方法 我本人不是做计算机视觉的 但是看到模型中介绍的指标也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模型 从最后的样力图片中我们也发现这里检测出的人体关键点都非常的准确 接下来我们需要准备开发环境 我们看到官方文档为我们贴心的准备了两种开发环境 一种是需要本地安装python以及对应的一些依赖 那么我们这里选择第二种在notebook中进行开发 我们点击模型右上方在notebook中打开 这里我们已经预先创建好了我们的notebook 第一次使用时需要手动创建一下 我们点击已经创建好的notebook 点击查看notebook 为了节省时间我已经提前写好了脚本 一共分为三步 分别是加载模型、调用模型以及展示我们的模型结果 加载模型这里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引入依赖 我们使用两行引入Modal Scope的相关依赖 然后我们指定了我们这个模型要使用的模型的名称 这里就是达摩院的人体2D关键点检测的这样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的名称在它的这个左上角有所展示 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之后拿到了Modal ID 那么我们定一个pipeline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模型 下面我们去调用这个模型 调用模型也非常简单 其实就一步 我们把我们的准备好的这样一个图片输入到这个模型中去 就能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看一下我们准备好的图片长啥样 这是我们准备好的一个图片 它是某一个游戏中的一张截图 而截图中有一个敌人 那么我们的目标是瞄准这个敌人 我们在执行完上面两步之后 其实已经拿到了模型的结果 放在这个output中进行一个存储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个output的结果进行一个可视化 可视化的话主要分两步 一步是把这个结果打印出来 它其实是由多个数组组成的这样一个联合体 多个数组的话分别表示这个人物的关键点 他们的智信度以及这个人物所在的这样一个方框 那么后面我们再用一个可视化的技术 把这个方框以及人体关键点给标志出来 我们运行一下这段脚本 这里打印了这个模型的直接结果 我们并且看一下这个标注好的图片 这个图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人物已经被这个框起来了 并且人体上的关键点也被标志了出来 那大家觉得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其实人体关键点检测技术不光能用在娱乐活动 还可以应用于体育健身 门店营销 安防监控等领域 上周新闻报道了湖南一小男孩在游泳池不幸逆亡的消息 监控画面令人十分揪心 如果我们能用上本视频介绍的技术 对泳池中的危险动作进行及时预警 是不是就能避免类似的悲剧 今天我们借助Model Scope 希望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普惠于名 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好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